扑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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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莱恩的心脏突然开始剧烈跳动 他收缩成一团 又猛的鼓胀 让身体也跟着轻微颤抖起来 有那么一瞬间 他几乎忘记了自己要做什么 该做什么 直到那潜入者的身影忽悠停顿 微侧耳朵 仿佛听见了什么变化 血液从脑部回落 克莱恩恢复了基本的思考能力 将手摸向了枕头底下 握住了那把左轮的木质枪柄 坚硬而光滑的触感传来 他的情绪迅速稳定 动作舒缓而无声地将手枪抽出 对准了潜入者的头部 老实说 他对自己能否击中对方毫无把握 虽然之前已能稳定上把 但活动的人和固定的把是截然不同的概念 他还没自大到混淆两者的程度 不过 他依稀记得上辈子的一句话 大概意思是 核弹最大的威力只存在于他发射之前 在这个时候这个环境下 道理是相同的 最好的威慑在子弹射出之前 不勾动扳机 不盲目激发 对方就不会确定自己是菜鸟 极大可能打不中他 他会担心 他会畏惧 他会考虑很多 以至于自己给自己加上束缚 刹那之间 一个又一个想法浮现了出来 让克莱恩立刻有了决断 他并非越危及越冷静的那种人 而是早就预想过遭遇监视者的场景 预想过以恐吓非攻击为主 大吃货国有句成语是 有备无患 当克莱恩的枪口对准潜入者时 那位受削的男子豁然僵住 似乎感应到了什么 紧接着 他听见了一道含着轻笑的声音 这位先生 晚上好 受削男子的双手悄然握住 身体似有紧绷 克莱恩坐在高低床下铺 用枪描着他的头部 语气尽量悠闲而自然道 请您举起双手 转过身体 尽量慢一点 坦白的讲 我是个胆小的 容易紧张的人 如果您速度太快 我会被吓到的 不敢保证不出现雾激发的情况 对 就是这样 受削男子双手半举于脑袋旁边 一点点转过了身体 率先映入克莱恩眼眸的是扣子整齐的黑色紧身衣 然后才是两条浓密封锐的棕黄眉毛 克莱恩从他蔚蓝的眼睛里看不出害怕 反倒有种被凶恶野兽盯住的感觉 似乎自己一个不小心 就会被对方猛扑过来 撕成碎片 他握住枪把的手紧了紧 竭力让自身的表情从容而淡然 直到那位受削男子完全正对自身 他才扬了扬下巴 指向门口 轻柔温和的说道 先生 我们出去谈吧 不要打扰到别人的美梦 嗯 动作慢一点 脚步轻一些 这是一位绅士最基本的礼貌 受削男子冷酷的眸子转动 扫了克莱恩一眼 依旧半举双手 一步一步走向了门口 在左轮的瞄准下 他拧动把手 缓慢开门 就在房门半开之时 他呼地下蹲 向前翻滚 而大门像是被狂风拉动 哐当一声 重新合拢 嗯 上铺的班森被这巨大的动静惊叨 迷迷糊糊 即将醒来 这时 有悠扬而宁静的旋律从外面传入 一道低沉而舒缓的嗓音音唱道 啊 恐惧的威胁 飞红的稀迹 骑马一事是真 此生非是 一事是真啊 其余皆晃 花开一度后将与世长词 助一 这诗歌似乎具有让人放松和安定的力量 上铺的班森和李坚的梅丽莎等人迷迷糊糊又睡了过去 克莱恩身心皆是宁静 险些打了个哈欠 刚才那位受削男子摆脱的动作是如此敏捷 他竟来不及反应 望着合拢的大门 他微微一笑 自言自语道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 我这发其实是空谈 防备物激发的空谈 接下来 克莱恩倾听着午夜的诗篇 耐心等待起外面的战斗结束 不过一分钟 那安宁如同月光湖面的旋律停止 黑夜又恢复了最深沉的寂静 克莱恩无声滑动转轮 将空位移开 等待着结果的呈现 这一等就是十分钟 就在他忐忑不安 犹豫着要不要出去查探时 门口终于传来了邓恩 使密斯那沉稳温和的声音 解决了 呼 克莱恩吐了口气 提好左轮 拿上钥匙 赤着双脚 小心翼翼地靠近门口 无声无息递开门而出 看见黑色风衣极西 半高礼貌安然 灰色眼眸忧深的邓恩 使密斯站在对面 反手关门 他跟着邓恩来到走廊尽头 站立于微弱的非红月光里 浪费了些时间进入他的梦里 邓恩望着窗外那轮红月 语气平静地说道 知道他的来历了 克莱恩放松了不少 邓恩微微点头道 一个叫做密修会的古老组织 他们建立于第四季 和所罗门帝国 和当时部分堕落贵族有关 和安提哥努斯家族的笔记正是来源于他们 因为一位成员的疏忽 才进入古物市场 被维尔奇得道 他们不得不派人到处追寻 不等克莱恩发问 他停了下又道 我们会根据线索 反向抓捕他们的部分成员 嗯 不一定会有太好的结果 这些家伙就像下水道里的老鼠一样鲸鱼躲藏 但至少他们会因此明白 安提哥努斯家族的笔记很可能已经被我们得到 或者说掌握了关键线索 那样一来 只要不是非常关键非常重要的物品 他们都会彻底放弃这个行动 这是他们的生存哲学 双引号 如果笔记非常关键非常重要呢 克莱恩担忧问道 邓恩笑笑没回答 反而说道 对于密修会 我们知道的很少 这次能获得成功 多亏了你的机灵 这是属于你的一份功劳 在考虑到可能的 潜藏的危险 以及灵感提高后 对寻找笔记的帮助 你有一次选择的机会 选择的机会 克莱恩隐约猜到了什么 呼吸都下意识变重 邓恩收敛笑容 表情庄重而言诉道 你希望成为一位非凡者吗 只能从不完整序列里挑选起始的非凡者 当然 你也可以放弃这次机会 选择积攒功劳 等到他足以让你成为不眠者 也就是女神亲赐的黑夜守卫的最初 教会掌握的完整序列的起始 果然 克莱恩心头一喜 暂时为出现犹豫的情绪 主动问道 那我能从哪些序列酒里面挑选 总得有详细的情报 才能确定是放弃 还是接受 以及具体选择哪个 邓恩转过身体 披着洒落的飞红青纱 看着克莱恩的双眼 缓缓说道 除了不眠者 教会还有三种序列酒的魔药配方 一种叫窥密人 也就是老尼尔掌握的能力 喝 罗珊应该对你提起过 他总是管不住自己的嘴巴 克莱恩尴尬一笑 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幸好邓恩并未在意 继续说道 我们的窥密人魔药配方和不连接的部分后续是从摩斯苦修会得到的 那时候 他们据说还没有堕落 还坚持着道德和戒律 坚持着对知识的追求 并严格守密 凡是入会者 在成为窥密人后 都要尽于五年 学会静默 以便修行和提高专注 为所欲为 但误伤害 这句窥密人格言就是从他们那里传出来的 窥密人在魔法 巫术 占星术等神秘知识上有着全面 但初步的了解与掌握 懂得不少仪式魔法 但很容易感知到隐藏于事物背后的某些存在 必须小心翼翼 对非凡力量充满敬畏 我们缺乏这个序列的大部分 以至于零散串不成链条 比如 他的序列八 当然 或许圣堂有 这几乎符合我一切的要求 克莱恩微微点头 有选择的冲动 还好 他还记得别的东西 另外两种呢 第二种叫收尸人 南大陆那帮崇拜死神的邪教徒 有不少人选择他 服用这种魔药后 会被无智慧的亡灵误认为同类而免遭袭击 能忍耐寒冷 腐烂和死亡气息的侵蚀 能直接看见部分恶灵 了解诸多不死生物的特点和弱点 以及获得一些身体素质上的提高 我们拥有他后续的序列八和序列七 呵呵 他的序列七你应该能猜到 通灵者 这是戴笠当初的选择 邓恩颇为详细的描述道 通灵者看起来确实又神秘又酷炫 然而 我最想要的是对神秘学知识的掌握 克莱恩没有插眼 静静听着 邓恩 史密斯侧头望了眼飞红月光道 第三种我们只有序列九 圣堂有没有藏着别的 我就不清楚了 他叫做占卜家 占卜家 克莱恩瞳孔微缩 想到了罗塞尔大帝在日记里留下的遗憾 他后悔当初没在学徒 偷盗者和占卜家之中选择 注意 改编自爱德华 菲兹杰拉德英译的鲁拜吉 请不吝点赞 针灯 他跟赞 针灯 盈 针灯 替 针灯 影装